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都看见呢 他们将来通通都回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看到的很欢喜 为什么呢 他是后一批去的 我们先一批 他后一批去的 他阿赖耶士里头 已经有了阿弥陀佛的种子 所以这就是多给众生的机会 多给他机会 下面举一个例子 佛是一老人求出家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个老人想出家 无不慎重 皆为无善根 这个慎重就是佛的弟子 这些没落害们 穆罗汉有神通 他有虚命通 能够观察五八世 这个老人五八世当中都没有善根 那怎么能出家呢 出家要有善根呢 五八世都没有善根 最后佛呢 还是把这个人叫回来 收了他 收他做徒弟 佛言 佛言 此人无量皆前为侯笔 摄身称南无佛 尽此善根成熟 只我得道 非二臣慧言所致言 这一桩事情 法华经里头也有记载 佛言 佛言说过 这个人呢 在无量界之前 佛言是一个侯笔看柴的 这个在美国已经没有了 在中国现在 内陆里还有 内陆他们还是烧柴 要砍柴 那么在山上砍柴 遇到一只老虎 老虎要吃它 它们一发自爬到一棵树上 老虎不会上树 爬到树上在那时候很恐怖 就叫了一句南无佛 就这一个种子 这是无量界之前 欧罗汉的能力见不到 所以佛看到它 无量界之前 它有佛的种子 因此 释迦牟尼佛出心 遇到了之后 它有这个缘分 可以出家 那么这善根成熟 遇到佛出家了 所以这二臣声闻云觉 他们的婚言 所见不到的 由此观之 发华明过去佛所 散乱趁明者 皆以臣服其不幸运 法华华 法华经上所讲的 从这个故事上来看 哪有不相信的道理 过去佛 过去佛到现在佛 这个时节太久远了 一尊佛修行成就 要经过三大二生期间 所以古佛那个时代 众生就是无心叫一句 南无佛 那些人现在都成佛了 都成就了 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 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那么我们要随云 随分 帮助一切大众 借引一切大度 用这句佛号 现在要用这个念佛机 念佛机放在这个车上 车停在那个地方 把佛号照样放 周围的人 外国人 他能够听得懂声音 他也会念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是 统统种下佛的种子 佛云自速至于 于此谨异直减 无上远顿发门 勿势为难 而这身退位 勿势为意 而漫步侧情 勿势为情 而望之妙轻 勿势为身 而佛敢承认 这身欧耶大师 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 欧耶大师 我们想得 这是佛菩萨再来啊 你看他的言语 因此多么情绪 扶愿了 几乎是恳求的可吻 子是出家人 出家人穿的衣服 日安色衣 叫子衣 日安色衣 素是在家人 古时候印度在家人 穿白色的衣服 背衣 所以说素是纸背衣 治愈是指世间聪明智慧的才子 或者是下语之人 波士兹没有读过书的人 那么这四个兹 就是一切大众 通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 于此谨义之谨 这个词就是直阿弥陀经 持明念佛的法门 这个法门 人简单容易 因为简单容易 人人能念 人人能接受 人人都能成就 直接是什么意思呢 是直接成佛的法门 诸位要知道 其他法门成佛 不是直接的 是要经过很多的等级 大成法门 大成法门里面 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 这不是直接 唯独这个法门 是直接成佛 说老实话 当中五十一个阶级 统统没有 所以它是直接 因为直接 那就是五上圆顿法门 圆满到极处了 顿是讲快速 顿超 顿超 在所有一切顿超法门里面 这是第一法门 的 谢谢观看